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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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别跟我说 这个是零食或者是糖果 这很有可能是新兴毒品 毒品会欺骗身体的感官 让人产生快乐 或者是快感的错觉 记住 毒品就是诈骗 别让毒品骗了你 来 都给我 多年来 政府投入反毒工作不遗余力 面对当前毒品现况与困境 行政院日前提出新时代反毒策略 由中央与地方 政府与民间齐心协力 一起向毒品宣展 举光原地制作小组 规划了反毒新时代系列节目 第一集的内容 安排防治药物滥用教育中心的 戴申风教授 教育官兵 从认识药物滥用开始 去毒 反毒 远离毒品危害 我们现在称之为毒品的这一些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一套法律 叫做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那这样的一个条例里面 其实它针对的是 白话我们比较好懂的话 就是一些非法药物 我们人类很早就开始 跟这些药物发生关系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大概在古埃及年代的时候 大麻就曾经发挥它的医疗效果 那当时呢 足够浓度的大麻呢 的确可以带来某种 有点像是伤口的止痛 或者是麻醉的作用 因为大麻会带来感觉上的抽离 所以会让你感觉起来呢 好像在 甚至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呢 让你觉得不会那么的痛 那其实呢 一直以来呢 这一些药物 它跟一般的药物 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点 就是它被称为毒品 让人家觉得 为什么欲罢不能的地方 这一些生理上面的药呢 它的疗效结束之后 我们的身体很自然的 就不会再想要用它 所以它对我们造成的 所谓成瘾的影响 就不那么的明显 但是 现在被称为毒品的这些药物呢 其实它原始的名称呢 它叫做 Psychoactive Substance 是什么东西呢 叫做影响精神物质 也就是说 它吃进去 不是让你的身体发生变化 而是让你的大脑 跟精神状态发生变化 其实酒精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影响精神物质 那酒精里面的乙醇呢 本身就会改变 我们的精神状态 我们喝了酒以后呢 本有可能就会比较放松一点 它会让你从一个 比较谨慎害羞的人 变成比较活泼开朗大方 那酒精是合法可以使用的 但是我们今天 被定义成为毒品的这些药物呢 其实它就在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 因为它的成瘾性非常的高 另外呢 它的身体身心危害性非常的高 另外呢 它有严重的犯罪延伸性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把它定位成为毒品 来做严格的控管 这些毒品影响精神物质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们基本上大概啦 把它分成三种作用 这三种作用呢 第一种叫做 中枢神经抑制剂 中枢神经抑制剂 比较有名的 大概就是我们这边听过的 鸦片 马啡 海洛因 这些东西 那鸦片 马啡 海洛因 中间其中有一种 其实各位可能会觉得 咦 这个东西也是毒品吗 感觉好像在医院里面 也有使用过 没错 那就是马啡 马啡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在手术的时候的 一个麻醉药品 所以也就是说呢 在医生的药理学 医学的合理的使用跟管控之下呢 这些原先都是药物 非常好的可以协助我们 不让我们感觉到疼痛 所以呢 中枢神经抑制剂 我们有一个比较白话文的说法 很好懂 有一个广告 叫不让你睡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叫做 这个叫做不让你痛 这是第一种 中枢神经抑制剂 那第二种的逻辑 就是不一样的 这叫什么东西呢 叫做中枢神经兴奋剂 所谓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就是让你呢 把明天要用的力气 挪到今天一起用 也就是你今天会拥有两天份的精能 那个精力充沛啊 你可能整个晚上都不用睡 这时候感报告啊什么很多 就很喜欢在这个时候使用这些东西 而且这些中枢神经兴奋剂呢 往往会带来我们心情上极度的愉悦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呢 中枢神经兴奋剂 我们比较听过的就像安非他命 摇头丸 那这些东西呢 大家一听就 这些大概都是在夜店啦 人多的地方有 所以在夜店里面呢 这些软性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呢 就大行其道 那这些中枢神经兴奋剂呢 基本上我们一样用一个比较白话文的药效 让各位感觉就是不让你睡 大部分都放在二级哦 那还有另外一种 中枢神经兴奋剂骨科碱 在台湾比较少见 它是一级毒品的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作用就是什么 让你感觉朦朦胧胧的 迷幻作用的感觉 那基本上这算是中枢神经的一个迷幻剂的作用 那迷幻剂在台湾其实流行性 并不那么的强烈哦 也就是没有那么多 但近年来已经快速增加 大概就是我们的大麻 那除了大麻之外 还有一些像是LSD 一些合成性的药物 那这些药物的特征呢 大概就是让你觉得 不知道自己是做梦的 还是清醒的 半梦半醒半醒半梦 所以呢我们送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半梦半醒之间 所以呢大概这三种药物 不让你痛 不让你睡 半梦半醒之间 这三种呢可以说是我们主流的 一些药物带来的精神状态的改变 也许每个人都会想要轻松一下好了 那这个轻松一下的这个念头 如果被不好的东西附身上来 比方说意志剂 你打下去真的会轻松一下 但是你一生都得跟它做朋友 因为它的成型性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要很清楚的定义 所谓的上瘾这件事情呢 它包含你使用的频率 使用的方法 使用的浓度 都有关联性 但是我们的大脑非常聪明 我们不一定叫做上瘾 但是我们只要用过一次 觉得有效 那就学会了 所以呢吸毒的恐怖 不在于上瘾 而在于所有的毒品 都非常有效 所以呢一瞬之间 你就会达到你要的效果 那你第二次会不会用 当然会用 因为你再去找它 因为它一样的有效 但是渐渐渐渐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成瘾了以后 身体会对这个药物产生抗拒 通常会出现的用量 急速增加 或者是追求更高的纯度 或者是追求毒性更强的 一些物品来去替代 那渐渐渐的这些问题 就形成我们的善意 然后呢最后会变成 各位时常在我们的媒体上面 看到的一些身心状态的 一些受伤害的状态 我们在药物滥用的 这个领域里面来讲呢 实际上药物它是需要 有线索的启发 所谓的吸毒成瘾者 或者药物滥用成瘾者 他们平常的日子 是正常的在过日子 甚至他可以上班 其实你是感觉不出来 他的意状的 好 那这时候呢 在一般的工作场合里面 不需要嗨啊 也不需要有什么灯红酒绿的感觉 这时候呢 环境线索不足 也就是没有什么线索 去让他提取说 我现在要快乐了 我现在要嗨了 所以心理是挡得住的 但是一旦吸毒的线索出现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今天的驾单签过了 那就代表等一下自由啦 我可以出去外面啦 这个驾单一签过这个线索 很快就会让他脑中连接起来 我上个礼拜驾单签过的时候 用了这个东西好快乐 心里头的所有的这种心理连接 学习过来的效应 就连接上来了 怎么样的去阻断这个现象 第一个当然需要的是治疗 需要科学化的治疗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比方像海洛因 我们已经有美沙冬替代疗法 我们可以让你能用美沙冬的 另外一个药物呢 来去解海洛因的因 那我们在中枢神经兴奋剂这部分 虽然还没有像阿菲他命 虽然还没有到有药剂的替代药物的 一个使用 但是我们就从风险情境的减低 然后呢开始培养它的替代兴趣 或者是替代的情境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可能呢我们今天 放假 假单签下来了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有个人 可以陪他到一个比较安全的 可能先送回家 那回家以后再出来 就很烦了 算了算了再加好了 那这时候 使用药物的风险线索 会比较远一点 那这种风险线索远一点 在心理状态的连接上 提取到这个药物的机会会降低 那渐渐渐渐的 越降越低以后 其实人是习惯的动物 久了就渐渐的 不会去想到药物 这是我们目前 其实在药物上面呢 可以去思考的 一个处理的方法 在我们的新世代 反毒纲领里面 我们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严加查气的是 贩卖制造运输转让 制贩运让这四个东西 我们要把它抓得很紧 但是我们对于 单纯吸食者 单纯持有者 我们还是要抱持着 其实这位应该是患者 这样的一个观点 也就是他可能生病了 他的大脑已经被药物绑架了 被药物控制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治疗他的病 毒品防治是国军与政府 共同努力的目标 如何防堵毒品的侵害 就有赖全军官兵 建立起正确的认知 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 国防部法律事务司 金欧少将 由政策面 说明国军毒品防治工作 推行现况 国军在整个防毒政策里面 它设置了国军的毒品防治小组 底下有设四个分组 这四个分组里面分为防毒小组 气毒小组 剧毒小组 跟戒毒小组 那首先要说明一下 气毒的小组 是由宪兵指挥部来做负责的 专门在做我们营内 有关于毒品的一个查器的一个工作 那防毒的小组 它是借由我们也有关于验尿 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新成立的一个 宪兵指挥部的一个气毒卷小组 来做一个为国军里面防毒的一个查查 那另外就是剧毒的小组 剧毒的小组里面 透过战战局任何的一个宣导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国军的官兵 能够知道说毒品对国军官兵的一个危害 进而能够支毒 试毒 然后能够剧毒 在今年度来讲 我们对国军的尿塞 我们从原来的30%已经提升到50% 所以可以了解的是说 我们其实提升了尿塞的一个频率 可是在我们人的缺氧性里面 是逐渐的下降 例如说107年我们现在整个比例来讲是0.05 到了108年已经下降到0.02 包括我们现在对于要新进的自营营人员 我们都会做一个有关于毒品的一个查查 只要有吸食毒品前科的人员 原则上来讲 我们在查查的过程当中拒绝他入营 所以在整个防毒国军的部分 入营后查查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有很大的成效 我们在108年的时候一定订定的有关于国军人员 有涉毒人员的一个惩罚机组 那这个机组里面只要是官兵涉及毒品的话 原则上来讲我们最高可以惩罚到侧子 自愿意的士兵的部分是纪兰大国的太厨 所以对于毒品在国军的政策上是零龙人 如果它有关于涉及到刑事者的部分 就移送给地方检查署来做一个侦办的动作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官兵弟兄姐妹们能够了解 去拒绝它 不要去碰触到毒品 国军官兵肩负保国为民的神圣使命 更应体认毒品对国家整体安全的危害 唯有官兵发自内心 坚决向毒品说不 才能全面防范毒品侵入营区 达成全军反毒健康国军的目标 期盼弟兄姐妹们都能向毒品宣战 以维护国军整体战略